跟全球就是一样 就是在3月的时候 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就进入了一个行动管制令 所以其实3月4月5月 我们几乎就是 一开始是特别严格 后来就慢慢会有 比较松懈的一个行动管制 所以一开始在3月 尤其是3月4月的时候 几乎完全就是逐步出户的那种 所以我本身其实也就在家里 就是完全不出门 就是大概两个月左右 然后5月6月开始 比较松懈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有限制的出门 所以它有很多个阶段 我们这里其实 我们这个行动管制叫做MCO 那MCO它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就是MCO,CMCO,RMCO 所以这不同的阶段 它就代表着不同的 就是行动的那个自由度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 的店家就是什么类型的生意 可以开门做生意这样子 就是还有就是大家需不需要 到办公室去上班 或者就是在家里工作这样子 所以在这不同的阶段 一系列的这样子下来呢 其实在7月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疫情其实是控制的还算不错 我记得在某一个阶段 我们其实还有全球排名第四 就是控制疫情的那个状况 所以在7月过后大家都觉得 就是一片光明 就是因为7月的时候 剧场就可以重开 那么虽然是重开啦 但是就是只能够售票的话 只能够30%的观众 就是不能够完全 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然后但是呢 比一个比较令我们觉得 比较可悲的状况就是 7月他受到控制之后 就可能也是因为 有少少的松懈 然后再加上我们目前 其实有一点不太 就是政治不太稳定的状况 因为如果有跟进 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况的朋友们 就可能比较了解 我们上一届大选的时候 其实就换了政府 就是60年 自从我们独立以来 60年执政的政党 其实就被换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经历了一个 大家都觉得 民主大迈进的一个阶段 然后但是今年2月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首相就辞职 当他辞职之后 我们的那个政治情况 就进入一个 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有不同的党派 就是在争夺政权这样子 所以其实目前呢 就是在9月的时候 就其中一个 因为马来西亚是有13个州属嘛 所以其中一个州属 就是沙发州呢 就进行了一个州选 那么因为这个州选 后来就爆发了第二波疫情 然后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后来就 现在我们又在某一些 有一些区域或者有一些州属 又在进入行动管制 或者是阶段性的行动管制 就比如吉隆坡 在雪兰尔州 吉隆坡位于雪兰尔州里面 那雪兰尔州也是现在进入 一个行动管制的一个状态 有限制的行动管制之类的 就是还是某程度上还是可以出门 但是就是还是有很多限制这样子 所谓表演艺术生态在马来西亚 其实可能跟大部分的国家一样 就是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因为毕竟表演艺术 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场感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是需要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去呈现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是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人不能够聚集在一起 所以这个可能对我们是一个特别可怕 而且像我个人就会就是往未来三年五年十年 去看这个现况 可能越想越觉得好像一片白雾茫茫 因为没有人能够给到一个答案 就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剧场 就算不回到剧场 我们做剧场以外的非正式空间的一些演出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就是很多人 带来一起出现在一个空间 其实没有人能够有这个答案 本来我们大家以为就是七月疫情已经比较受控制了 过后可能就是逐渐的往好的方面 可能就是到十一二月的时候 可以再重新回到剧场 或者再重新做这种人群聚集的活动 但是看情况并不是这么乐观 他就是不是说会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坏 他就是会反反复复可能时好时坏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反反复复可能就更加令我们对于策划 或者去准备这个准备工作就特别难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它是越来越糟糕的情况 那么可能那个策划都不会比这个反反复复来得更难 所以再加上可能马来西亚的环境是表演艺术的环境 就是主要的几个剧场大部分其实都是私营机构 所以这个也是令我们非常担忧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们并不是政府机构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其实就是靠一些 用一种私营化的方式去运营的 所以它其实也还是本来就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现在就会更大这个挑战 那如果场馆都灭 都情况都令人特别担忧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 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有点可怕 但是另外呢就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工作者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体制里面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政府并没有支持艺文发展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用心的去理解这个整个制度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说政府没有投放资源在艺文发展 而是那个整个体制是主要是政府和独立艺术工作者的那个距离可能有点大 所以政府其实有政府的体制 然后政府的投放的资源就是可能在发展 因为在马来西亚艺文是属于旅游部 所以旅游艺术文化是一个部 所以这个艺术文化可能更多在政府的角度 更多的是去支持旅游的发展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部分的资源可能投放在做文化的发展 艺术或者原创这一回事 可能就不是他们特别管情的一个部分 那么如果想要就是享用这一个部分的政府投放资源 可能就要成为政府公务员 或者到政府的场馆里面工作 那可能就会在那个体制里面 就会享受到政府投放资源 但是如果要当一个独立艺文工作者的话 那个就可能政府这几年开始有关注 但是体制并还没有特别完善的一个组合里面 所以就变成我们会觉得说需要更多的对话 就是可以让政府或者有资源的这一个方面 可以更理解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园剧场的一个在网上的一个做演出的一个所谓 就是演员现场在自己的家里演 然后透过直播 然后可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我觉得这个舞台监督的这个角色可能也在改变 觉得可能吧 艺文工作者或者可能就是艺术家或者制作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制作人都是这样 但是至少我自己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那种享受不稳定性的能力 接下来这个今年内或者是明年的这个表演医生态的一个评估发展 就好像刚才所说的 因为疫情不停的反反复复非常不稳定 所以其实是非常难预料 因为本来像今年上半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那好吧 我们把这些作品或者这些演出都挪到明年去 就延迟 但是问题是现在看情况 因为已经经过了半年的这个抗疫的那个状态呢 看情况似乎就谁也不知道 可能明天睡醒又有更多的那个疫情爆发 然后大家又再进入那个管制 所以其实对 就算是独立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团体或者场馆都好 其实都无法真正去预估到底 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东西 那么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场馆 能不能就是撑过这一个时间 但是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时间 本来我们觉得说能不能撑过去半年或者能不能撑过去这三个月 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没完没了 所以就是可能过一天算一天 然后过一个月算一个月这样子 就很难有一个比较长远的那个规划 所以而且而且因为7月的时候剧场重开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并不能够就是完全售票 就是能够售30%的票嘛 这个对场馆也是非常吃力 对制作团体也是非常吃力 因为在我们这个没有完整的补助基资的环境之下呢 票房其实是最重要 其实其中最重要的金钱的来源 那么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只能够售票30% 其实本来就算售了100%的票 其实也可能是制作的20%的制作费 但是现在如果这个100%的票物来源 要减到30% 那可能就是整个制作费的不到10% 所以其实当然有一些场馆 其实有开始一些双向选择 就是比如其中一个场馆 它就做了同时售票38% 同时直播的一种方式 所以观众可以到现场去 也可以从直播去看 然后可能就是直播的票 可能是票价比较低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但是这些也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实验性的阶段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样的方式 到底行不行得通 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个 就是大家会去探讨 就是观众会不会回到剧场去看演出 因为可能观众也会担心疫情 所以可能也不是这么踊跃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反倒是接下来可能明年 大家会去思考或者探讨的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内容 和什么样的作品的形式出现 因为它可能就不是原有的 就不能够根据原有我们原本理解的 这个表演艺术生态来去评估这一个东西 所以可能反而是什么创新的方式 创新的内容 创新的形式去呈现这一些作品 或者去进行这个观众互动和连接 这样子这样的一种 或者有可能是从此以后进入一种一对一的演出 大家都在做这个一对一 因为一对一就可以进行 但是你要一百个观众就没办法 或者就是大家都转向往上去 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没办法再做这种 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演出 这其实想起来是蛮可怕的一个现象 那么其实我觉得作为表演艺术或者艺文工作者 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段 让我们就是很彻底的去反思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做创作 为什么我们要做制作 然后艺术家或者艺术作品跟观众的关系 然后艺文工作者跟政府 或者跟不同的资源 或者私人企业基金会等等的关系 然后整个艺文界的运作模式 其实都要随着这一个新时代 来做出应有的改变 之前好像也是做蛮多在做国界年纪的这一块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 我们两个自己也有参与的 那个Asia Producers Camp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今年也没有办法出国 再持续去做交流 那我想问问一件的看法就是 针对于在疫情的这个现况之下 怎么样在持续做国际连结的这件事情 这个问题其实我上去两个礼拜前吧 刚刚在那个首尔的表演艺术四集有讨论 对我们有一个panel就是专门在讨论这个 未来就是国际连结怎么办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人能够有一个答案 但是我们当然大家得到的共识是我们肯定还是要继续做国际连结 因为毕竟那时候在那个panel在首尔的那个panel 就是其实是两个礼拜前吧 我其实也有做了一个总结 因为主持人那时候就有问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做国际连结 那我就说了一个点就是国际连结对于我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让我有很多能量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就是封锁在自己的一个 一个泡泡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在一个国内的这一个面向的时候 大家都处于类似的一个状况 大家面临的挑战都非常相似 大家的投诉都是一样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走入一个困境 就是然后很难有新的方法去突破 所以其实这过去十多年 我一直做很多国际连结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国际连结 我们可以去理解别的城市或者别的国家 或者别的团体 别的环境 他们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他们 怎么去突破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然后我 我个人很多时候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得到一种 能量 就是我可以在 我每一次出去再回来 我可以再重新思考 然后再想新的方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得到这一个结论 就是无论如何 不管那个大环境有多么困难 这个国际连结是必须还是要持续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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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